还有这一场是以鼓调、吟唱以及珠宝走秀的方式 为展览揭开序幕的毛浩雅复合梅材创作故事 去日起在导人艺术空间展出 也将出身传统阿美族家庭的部落文化和历史故事 转化成金工复合梅材创作个展 展出到7月23号 也欢迎民众前往参观欣赏 在艺术家毛浩雅说明展览创作理念 吟唱鼓调以及饰品佩戴走秀 为毛浩雅复合梅材创作故事展览揭开了序幕 将孕育毛浩雅的池南和吉安东仓村里斗部落的美感经验 转化成创作 以复合梅材手势的形式 将自身生命转化为独特的身体装饰 展现出竹群的特色与美感 这一期展出至7月23日 我是用金工的综合技法 我这次的金属都是使用纯银 银是我最喜欢的材料 因为我觉得它的光泽非常的美 就像月亮一样 然后我这次使用的玉石 全部都是来自于花莲跟台东 像是花莲的台湾玉、猫眼跟蜡光 这都是产地都是在花莲 然后使用台东的玉水 像是白玉水、蓝玉水、紫玉水 因为我想要告诉大家 花都是宝石的产地 我是在部落长大的孩子 那在部落生活的这段时间呢 其实就是所有的一切 对我来说都是很稀疑为常的 一直到了开始创作之后 发现开始有内化的过程 然后发觉觉得自己生活的部落 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地方 所以在那里生活的一切 美感体验对我来说都是美好的 所以我很想把这个美好的感觉 告诉大家 所以我这次的创作 完全创作的元素 就完全来自于我童年的回忆 部落的生活 从事珠宝设计与金工创作八年 从学习到创业 终于是以自己的故事带来各展 毛浩雅生长的部落 拥有稀少且仅存的济师文化 外婆就是一名济师 影响毛浩雅日后的创作 拥有专业金工证照的毛浩雅 运用在地采集的媒材和技法 在作品中巧妙运用文化符号 展现男士阿美族的丰富和多样性 此番让民众更接近阿美族人的身体装饰 也带来更丰富有语义的族群作品 记者长帮彦华林匙报导